好第二节呢我们就来学习作业成本的计算 本节呢主要包括三个知识点 第一个是作业成本的计算原理 第二个呢我们来举一个作业成本的计算的例子 第三个呢是作业成本法的优点局限性还有适用条件 本节前两个知识点呢在大纲当中能力等级要求均为三级 第三个知识页能力等级要求为二级 首先我们来学习第一个知识点 作业成本的计算原理 那现在我们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呢 按照作业成本法来计算成本 那首先当然要进行作业的认定了 那它指的是对每项消耗资源的作业进行定义 因为是从资源到作业嘛 对不对那到底有哪些作业消耗了相关的资源呢 我要识别每项作业在生产活动当中的作用 与其他作业的区别 以及每项作业与耗用资源的联系 因为是从资源到作业 作业耗用的资源 我们教材上举了一个这个某个企业 它的作业清单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它的相关的作业呢 比如说第一个作业啊 是材料订购作业 那这个作业里面 它具体会包含哪些内容呢 比如说它包括这个选择供应商啊 签订合同啊 明确供应方式等等 那它都把它归结到这个材料订购作业当中去 因为后面它其实会涉及到一个规及的问题啊 就是并不是说啊 我们现在这个作业成本法 我就把这个作业设的越细越好 因为这样会加重我们一个计算负担 对不对 所以我们也要考虑计算的相关的成本 对不对 现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要把这个相同性质的给它进行一个规及 比如说像这个选择啊 供应商啊 签订合同明确供应方式等等 那这些都可以归类为什么 都可以归类为材料订购 所以呢 就把它去作为一个作业啊 就相当于是一个归籍之后的啊 然后后面还有其他一些检验啊 这个生产啊等等啊 那不同的企业 它要根据各自企业 它不同的一个特征来设定啊 本企业它的这个作业应该有哪些 所以我们教材上给到的呢 只是一个例子 并不是说啊 这个每个企业都得按照它啊 给到的这个作业清单来进行相关的设定 一定是要找到适合自己的啊 那自己企业它相关的作业到底有哪些啊 然后去识别之后制定自己企业的一个作业清单 第二个就是作业成本库的设计 我们教材上讲到了四种作业成本库 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第一个呢 它叫单位级的作业成本库 什么叫单位级呢 它的含义啊 就是每一单位的产品 至少要执行一次的作业 比如说像直接材料啊 直接人工啊 机器成本啊 还有直接的能源的耗用等等 那比如说我做这样的一个产品 那就需要耗用这样多的直接材料啊 对不对 所以每一单位它至少要执行一次 所以单位级的作业成本是什么呢 是直接成本 因为每一单位的产品都要发生啊 所以那它一定是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就可以直接计入啊 是不是 所以它可以追溯到每个单位产品之上 那就直接计入了成本对象的一个成本计算单 因为每一个单位都要发生 第二个是批次级作业成本库 它指的是同时服务于每批产品 或者是许多产品的作业 我们教材上举了例子 比如说像生产之前机器的调试 因为我调试一次之后 那我是批量的生产生产这一批产品 所以我的调试作业是服务于这一批产品 并不是服务于单个产品 那包括后面说成批产品转移至下一工序的运输 那这个运输的时候我也不是只运输一件产品 对不对 我是运输这一批产品 所以它服务于这一批产品 所以对于批次级作业呢 它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成本取决于批次 需要单独来进行规矩 那计算每一批次的成本 比如说我们前面的位置 运输作业一共发生了两千块钱 那这两千块钱一共是运输了几次啊 运输了两次 所以我们是按照次数来进行规矩 那相当于啊一次是多少呢 一次就是一千块钱 那对于A产品来说 它就享受了一次对不对 所以呢对于A产品 它应该分配的呢就是一千块钱 那B产品呢也是享受了一次 所以呢它应该规及的呢也是一千块钱 那后面因为我去运输B产品的话 那相当于是一百件对应产品的 一个总的运输费用 对不对 因为A去运输的话 那它只是这个一件啊 但是对于B产品呢 是一百件它的一个总的运输费用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规及到单个产品 因为它的这个一次呢 相当于是一千块钱 但是呢我还要怎么样啊 还要把它在这个单个产品之间进行分配 那单个产品不就再用这个啊 总的一千块钱 再去除以一百就可以了嘛 对不对 所以相当于呢 规及到单个产品就是十块钱啊 好 这是P次级的作业成本库 它的成本呢 主要就取决于P次 第三个是品种级或产品级的作业成本库 它指的是服务于某种型号 或者样式的产品的作业 我们教材上举的例子 像产品的设计 那你看产品设计出来 设计出一个型号 那这个型号后面要进行大量的生产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时候它所发生的产品设计相关的成本 是服务于这一个型号 并不是服务于某一个P次 或者是某一个产品的 所以呢 它是按照产品的品种 按照它的型号去计算相关的成本 后面还举的例子 比如说像这个产品生产工艺规程的制定啊 工艺的改造啊 产品的更新啊 等等 那大家看到 它们主要的特征都是什么呢 是随着它的品种 或者是随着它的型号变化 但是呢 它不随着产量啊 或者是P次的数目而变化 所以这是品种级 或者是产品级的作业成本库 最后一个是生产维持级的作业成本库 那大家看它的名字 生产维持级 所以它的含义是什么呀 那它是为了服务于整个工厂的作业 是起一个维持的作用啊 对不对 比如说它举个例子 像工厂的保安啊 维修啊 行政的管理啊 保险啊 财产税啊 那它是服务于整个工厂的 并不单单是啊 服务于某个产品 或者是某一P次的产品 所以它的特征呢 是为了维护生产能力而进行的作业 那它呢 不依赖于产品的数量 P次和种类 它就没有办法追溯到它对应的一个单位产品 那并且呢 它和这个P次啊 品种啊 也没有明显的关系 因为我是服务于整个工厂嘛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生产维持级的作业成本库 那我们教材上给了一个对应的图示啊 就是不同层级的作业成本 那大家看 首先我们前面所说的 对于单位级的作业成本 它是怎么样啊 是每一个产品我就要发生一次 所以呢 它是可以直接来计入产品成本的 那后面P次级的作业成本 要分配给各个P次 然后再计入对应的产品成本 那对于品种级呢 因为它是按照型号 按照品种来的 所以它首先要分配给各个品种 不同的这个型号 比如说它的这个设计费啊 是多少 然后呢 再分配给各个P次 最终呢 是分配给产品 那后面对于维持级的一个作业成本 它呢 可以分配给各个品种 然后分配给各个P次 再分配给各个产品啊 所以大家看到啊 只有最前面的这个单位级的作业成本 它是直接计入产品成本的 好 我们来看一道多选情 他说呢 甲公司是一家电子产品的生产企业 从事电子产品的设计生产和销售 按照客户的订单 它是分批来组织生产的 间接的加工费呢 按照作业成本法来分配 下列关于作业成本库设计的说法当中 他问我们正确的有 第一个 他说产品的设计作业呢 属于品种级的作业 这个是我们刚刚谈到的 对不对 第二个 他说产品的订单处理呢 属于P次级的作业 那你看他是怎么处理订单的 他说按照客户的订单 分批来组织生产 所以呢 这个是P次级的作业 第三个 他说产品的组装作业呢 属于单位级的作业 那是不是有一个产品 我就得组装一次啊 对不对 最后 他说产品的包装作业呢 属于维持级的作业 我们说什么是维持级的作业 是维持整个工厂的 对不对 那这个产品的包装 是有一个产品 我就得进行一次包装 对不对 所以他应该是属于一个 单位级的作业 并不是一个维持级的作业 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应该选择ABC三个选项 我们再来看一道多选题 他说在作业成本法当中 下列各项属于生产维持级作业的 那就是维持整个工厂啊 那第一个工艺改造 我们前面说工艺改造属于什么 属于品种级 对不对 第二个他说工厂的保安 那这个应该是一个维持级 行政管理啊 这个也应该是一个维持级 最后订单的处理 比如说他是这个啊 每一个订单 然后按期来进行生产 那这个应该是一个批次级的 对不对 所以那这道题呢 我们应该选择B和C两个选项 我们再来看一道多选题 他说假公司是一家空调生产企业 采用作业成本法来核算产品成本 现在呢正在进行作业库的一个对应的设计 他说下列说法当中正确的有 第一个空调的加工属于单位级作业 那这个应该是对的 对不对 因为有一个空调我就得加工嘛 对不对 第二个他说空调的设计呢 属于品种级的作业 我们说设计一般都是属于品种级的啊 所以这个也是正确的 第三个他说空调的工艺流程改进呢 属于生产维持级的作业 生产维持级的作业是什么 是向这个这个整个啊 这个工厂去起到这种啊 生产维持的作用 对不对 那这个空调的工艺流程改进 它应该属于什么 应该属于品种级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正确啊 第四个他说空调成品抽减 属于批次级到作业 那这个应该是正确的 对不对 所以这道题呢 我们该选择ABD三个选项 好 第三个呢 就是将资源成本分配到作业 那我们前面说作业啊 成本法 那他不是啊 这个资源分配到作业 作业再分配到这个对应的产品吗 那资源分配到作业这一部分呢 一般题目当中呢 如果我们考试的话 那题目当中 此步骤呢 往往是已经完成了的啊 就是这个资源成本 把它分配到作业上面去 我们往往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作业成本 给他分配到产品上面去啊 所以他这个地方说呢 这个资源成本 借助于什么进行分配呢 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 资源成本动因啊 分配到各项作业 资源成本动因 还有这个作业成本之间呢 一定要存在因果关系 这是第三个步骤 资源成本分配到作业 第四个步骤就是 作业成本分配到成本对象 这个地方我们先来讲一下 他的基本逻辑啊 那他其实呢 就是根据这个作业成本的动因 什么是作业成本的动因呢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啊 我运输一次 那发生相关的费用 这个时候作业成本的动因 那就是啊 这个他运输的次数 对不对 那来计算单位作业成本 那这个时候 作业成本动因 其实就相当于 相当于一个什么呢 相当于一个分配标准 我是按照这个动因 把作业成本进行分配嘛 然后根据作业量来计算 产品对象 他应该负担的一个作业成本 那你看到他的这个基本逻辑啊 可能觉得他写的有点文绕绕的一些啊 我们简单来看 其实作业成本 把它分配到成本对象 它的一个具体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第十三章 所学习的比例分配法 这个时候 代分配的费用是什么呢 就是作业成本库 归及到的总的成本 比如说我这个运输作业 那归及了多少成本啊 我的检验作业 归及了多少成本啊 那这个就是他的代分配费用 后面我们要去除以 分配标准的合计 那分配标准是什么呢 前面我们不是谈到了吗 分配标准就是 作业成本的动因 比如说检验 那按照检验的次数 那检验的次数 总共有多少次啊 那这样就可以得到单位作业成本 这个单位作业成本 也就是我们第十三章 所谈到的那一个分配率 那就相当于啊 像我的这个检验成本 然后除以对应的一个 检验次数的合计 那得到的是什么 就是检验一次 要花多少钱吗 对不对 那比如说A产品 检验了三次 那我就乘以三啊 B产品检验了五次 那我就乘以五啊 对不对 所以呢我得到这样的一个分配率 再乘以各个产品 它对应的分配标准 就可以得到 它应该分配的作业成本 是多少了 所以呢它其实就是 我们第十三章的比例分配法 那我们呢 就是把贷分配费用 这个地方 它就变成了作业成本 把它呢 去分配到各个成本对象当中去 那么分配标准 就是它对应的一个作业成本动因 关于作业成本动因 这个分配标准 我们教材上呢 讲了三类作业成本动因 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类 业务动因 什么叫业务动因呢 它是以执行的次数 作为作业的动因 就像我们前面所举的位置一样 我检验一次 它的成本是多少钱 所以呢 这个时候是以执行的次数 作为作业的动因 那它适用的情况是什么样呢 就是啊 我执行每次作业的成本 比如说啊 我耗用的时间啊 还有单位时间耗用的资源啊 我假设它得是相等的 因为我们的这个分配率 最后计算出来呢 是相当于每一次的一个成本 那如果每次的成本不相等 那我再用这个分配率 去进行分配的话 那我得到的对应的 这个分配的成本 也不是一个很准确的成本 所以它的适用条件呢 就是我执行每次作业的成本啊 应该是大致相等的 那对于业务动因来说 我们去执行起来呢 它的成本是比较低的 因为我就数一数嘛 我到底有多少次 对不对 那因为成本比较低 所以它的这个精确度呢 相对来说可能就会差一些 那比如说我去这个做相关的检验 那A产品呢啊 可能比较啊复杂 然后呢 B产品呢 可能比较简单 所以呢 检验这个A产品 可能啊 花费的时间就要啊 这个更长一些 然后检验B产品呢 时间可能就更短一些 但是呢 我去分配这个检验作业成本的时候 我直接就按照它对应的这个次数啊 比如说这个A检验了啊 多少次啊 然后B检验了多少次 这样去进行分配的话 那可能就会造成它分配的不准确 因为A花的时间更长 它所耗费的这个资源 会更多一些啊 所以呢 我们说它执行起来比较简单 对不对 但是呢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它的精确度来说 就比较差一些了 第二个我们教材上讲的叫做持续中音 那你看持续说的是一个什么概念啊 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啊 对不对 所以呢 它说的是执行一项作业所需要的时间标准 它适用的情况是什么呢 就是啊 不同产品所需要的这个作业量呢 它的差异比较大 那这个时候 我就假设执行作业的单位时间内耗用的资源是相等的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 哎 这个检验次数 比如说检验A产品啊 一次可能啊 要一个小时 然后检验B产品一次呢 可能啊 半个小时 它们的时间不相同 但是呢 我给这个检验人员所付的工资 比如说按小时去付工资的话 它的这个每小时的工资是相同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按照它的这个持续动因啊 也就是按照它这个时间进行一个成本的划分 所以它适用的情况呢 就是虽然它的这个作业量 差异比较大 但是呢 它所耗用的这个单位时间之内的耗用的资源呢 是相同的 那对于持续性动因来说呢 它的精确度和成本来说呢 相对会处在一个居中的地位 它的执行成本相对于业务动因 那可能要来的更高一些 那但是呢 它的这个精确度也会随之提高 最后一类是强度动因 它指的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之下 将作业执行当中实际耗用的全部资源 给它做单独的规矩 并将该项单独规矩的作业成本 就直接进入某一特定的产品了 它具体适用的情况呢 就是比如说某一个特殊订单 或者是某种新产品的市值 比如说这个特殊订单呢 客户有些相关特殊的要求 所以呢 我为了完成这个特殊订单 所发生的相关的费用 那我当然就直接都计入 这个特殊的订单 由这一个订单去进行 相关产品成本的承担 那包括后面新产品的市值 因为都是为了市值 这个新产品发生的嘛 所以就全部计入 它相关的一个成本 那对于强度动因来说呢 它的主要的特征是什么呢 它的精确度最高呀 为什么呢 因为都是能够直接找到源头嘛 就是因为它发生的 所以就计入了这个产品的成本 所以它的精确度是最高的 但是呢 它的执行成本是最昂贵啊 你想要这个准确度比较高的时候 那你花的这个成本呢 也会对应的更高一些 那这三位动因当中呢 这个业务动因 它的执行成本是最低的 比较简单 但是呢 它的精确度来的就会比较差一些 持续动因呢 是处在一个居中的位置 强度动因呢 它的这个精确度最好 但是呢 它的执行成本最为昂贵 最后我们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提示 如同传统成本的计算方法一样 那么作业成本在分配的时候呢 也可以采用实际分配率 或者是预算或计划的分配率 那如果采用的是预算分配率 那这种情况下呢 可能会发生相关的差异 因为一个是预算 一个是实际嘛 那差异可以怎么调整呢 比如说可以直接啊 这个截转本期的一页成本 也可以呢计算作业成本的差异率 比如具体分配给有关的产品 那这个其实还是一个比例分配方法的应用啊 比如说我有这么多差异 然后有对应的分配标准 我就把这个差异去分给 按照这个分配标准 分给各个的产品就可以了 跟我们第13章所谈到的内容呢 其实是类似的 第二个知识点 关于作业成本的计算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教材上的例子 他说DBX公司呢 主要的业务是生产服装 这个公司服装生产车间呢 总共生产三种款式的夹克衫 还有两种款式的休闲西服 夹克衫和西服分别 由两个独立的生产线进行加工 每个生产线呢 有自己的技术部门 五款服装按批次组织生产 每批呢是100件 首先他给到我们相关的成本资料啊 他说该公司本月每种款式的产量 还有直接成本的资料 大家可以看到 那一个是夹克衫 一个是这个西服啊 但是呢在夹克衫里面又有不同的款式 比如说夹克一夹克二还有夹克三 西服呢也是有不同的款式啊 两种西服 那么本月的批次 比如说夹克一 他生产了几批呢 生产了八批 后面呢对应都是他本月的一个生产的批次 每批的产量呢是100件啊 前面一致条件告诉我们的 所以那总的产量是多少呢 那不就是每批的产量 乘以他本月的批次吗 对不对 得到他总的一个对应的产量 然后每批直接人工成本 这个一定是作为已知条件告诉我们的 那你看他给到我们每批的直接人工成本 又给到我们这个地方的本月的批次 所以这两个相成 是不是就可以得到直接人工的总成本啊 下面每批材料的这个成本 还有直接材料的总成本是类似的 因为他都是按批次的嘛 所以呢比如说这个对于夹克 夹克一来说 他每批直接材料的成本是6200元 然后前面他一共生产了几批呢 一共是8批 所以呢这两个相成得到的 就是他直接材料的一个总的成本啊 好那另外他还给到我们就是他的这个制造费用啊 本月发生的制造费用 那如表15-4所示 大家看到他这个制造费用呢 有了不同的项目啊 那后面是我们为了计算这个作业成本法 那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制造费用的合计是多少呢 假设是21万4800 那如果我们按照传统的这个分配方法 给他进行分配的话 他说呢就这个把这个制造费用呢 就用统一的一个分配率 分配率是什么呢 分配率就是直接人工去作为他对应的分配率啊 那这个分配率应该等多少呢 分配率应该等于带分配的费用去除以分配标准的合计 那你看带分配的费用是什么呢 带分配的费用是制造费用合计21万4800 然后去除以一个分配标准的合计 分配标准是什么呢 是直接人工 分配标准的合计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直接人工的总成本合计是多少呢 是十万七千四百 所以呢这两个一除得到的就是制造费用的分配率了啊 也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制造费用的分配率就等于二 那如果按照这种方法来分配相关制造费用的话 那大家可以看到 那每一个产品他应该分配的制造费用是多少呢 因为他的分配率都是相同的呀 对不对 是统一的一个分配率 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分配率去乘以他各自的分配标准 那分配标准不就是直接人工吗 所以这个地方他分配来的制造费用就等于他的分配率去乘以各自的直接人工 那我们有了制造费用 有了前面的直接人工 还有直接材料 那这几个相加我们得到的就是他的总成本 那总成本 然后呢他前面告诉我们是多少批对不对 然后除以他对应的批次得到每批的成本 那每批生产多少件呢 每批生产100件 所以呢 每批的成本再除以100得到的就是每件的成本了 这是用完全成本法来计算各种夹克还有西服的一个对应的成本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按照作业成本法来计算成本 作业成本分配的第一步呢 是计算作业成本动因的单位成本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那个分配率 好 大家可以看到那表15-6是作业成本分配率的一个计算 那我们说呢 一般题目当中前面从资源分配到作业 那往往是已经归集好了的 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从作业分配到成本啊 所以你看这个各种作业它其实对应的一个总的成本已经分配好了 比如说这个批次级的这个作业的成本总的是多少 然后夹克它的这个产品线的成本总的是多少 那这些都已经分配好了 所以呢 我们后面是需要把这些作业给它分配到对应的产品上面去啊 那我们有了它总的一个对应的成本 然后呢 它的作业动因分别是什么呢 比如说像批次级的作业成本 那它的作业动因呢 当然就是批次啊 所以呢批次去作为它的分配标准 那用总的这个代分配费用是多少呢 是八万四千 除以分配标准的合计 总共有多少个批次啊 那这个三十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们前面 比如说夹克一夹克二啊 这个夹克三 还有这个西服一西服二 那本月的生产批次合计呢 是三十个批次啊 所以是从这个地方来的 好 那我们用总的这个成本去处以一个分配标准的合计 得到对应的就是分配率 这个分配率的单位是什么呢 因为它是啊 这个成本去处以批次嘛 所以它得到这个分配率呢 是每一批多少元 后面是夹克产品线的成本 那大家看它是什么 它是针对夹克产品线的 所以呢 我们去给它进行分配的时候 那这一个批次应该针对的就是夹克的所有的批次 对不对 虽然说总的批次呢 是三十个批次 但是三十个批次里面 只有二十四个批次是夹克的 那剩下的六个批次是什么 是西服的呀 那夹克的相关的成本 当然要分配给夹克 不能分配给西服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的五万四千呢 我们去除以它对应夹克的批次数 得到它的一个分配率 后面西服是类似的 西服的成本呢 应该去除以西服的批次 得到它每批的一个对应的价格 作为分配率 后面还有一个就是生产维持级的成本 生产维持级的成本 它去分配的时候 我们前面谈过 那往往是直接强制分摊的 对不对 那总的成本呢 假设是这个一万零八百 那强制分摊怎么去分摊呢 比如说就按照直接人工 进行一个对应的分摊 直接人工 我们要看它总的一个合计 对不对 因为这个地方是带分配费用 然后我去除以分配标准 那应该是分配标准的合计 我们前面说直接人工 它的总的一个合计 是多少呢 是十万七千四百 所以这两个一除 得到它多应的一个分配率 是生产维持级的成本 好 那作业成本分配的第二步呢 就是根据它的一个这个单位 作业成本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得到的那个分配率啊 还有多应的作业量 将作业成本分配到产情 我们来看一下它具体的一个计算啊 那比如说对于这个贾克一来说 它的本月批次呢 是八批 然后前面啊 直接人工和直接材料 这个跟我们前面的这个传统的 这个成本计算是完全一致的啊 那后面呢 是对于制造费用的一个分配 首先是批次相关的成本 那大家看这个时候我们要按照前面 所说的这个作业成本 它相关的一个分配啊 那这个地方得到的 对应的批次级的分配率是多少呢 是每批2800元 对不对 现在这个批次级的批次级的成本 对于贾克一来说应该是多少呢 是这个分配率2800 去乘以它对应的分配标准 那它的分配标准不就是八个批次吗 所以它的批次相关总成本呢 是2800去乘以8等于贾克一的批次相关总成本 那后面贾克二贾克三 西服一西服二都是一致的 因为这个时候是批次的 是总的啊 是把总的批次作为 它对应的这个分配标准的合计嘛 所以呢 这个地方它们的分配率都是相同的 然后去乘以它各自的批次 就可以得到批次相关的一个对应成本了 这是第一个批次相关的成本 那另外呢就是产品相关的成本 这个时候大家要注意它的分配率不相同了 因为你看前面我们算出来 对于贾克产品 它的对应的分配率是多少呢 是每批2250元 对于西服产品 它对应的呢 是每批11000元 所以这个地方分配率是不相同的啊 那跟前面的这个完全一致的 这个分配率啊 跟它是不一样的啊 那后面大家看到对于夹克一夹克二夹克三 我们是按照夹克的分配率来计算 对于西服呢 是按照西服的分配率来计算 有了它的分配率去乘以各自的分配标准 各自的分配标准其实还是它的批次 那这样呢 就可以得到产品相关的一个总成本 好 最后呢 是生产维持成本 我们说这一部分的成本呢 是强制分摊 所以它怎么分摊呢 就是按照直接人工来进行分摊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 那每一个不管是夹克还是西服 它的分配率也都是相同的 那对应分配多少 它的对啊 它的这个生产维持成本呢 应该用它的分配率呢 去乘以它对应一个分配标准 这个时候分配标准是谁呢 是它直接人工的成本 对不对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 比如说夹克一 它的生产维持成本等于2655 这个2655是怎么来的呢 是它的这个分配率 去乘以它的直接人工 直接人工呢 是26400 所以这两个相乘得到的是生产维持成本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制造费用的一个合计了 然后呢 前面再把它的直接材料 还有这个啊 直接人工给它加上 得到对应的总成本 那有了总成本 我们就可以计算每一批的成本 然后呢 每一批的成本知道了 再去计算它对应的单件成本 用每批的成本 因为每批都是100件嘛 对不对 现在每一批的成本 再去除以100 得到的就是它的单件成本 那我们计算出来 单件成本 作业成本法 那每一个分别是这么多 我们再和前面利用完全成本法计算的单件成本 做一个比较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在这个夹克这一部分啊 夹克一 夹克二 还有夹克三 作业成本 它计算出来的这个单件成本呢 是要比较低的 对不对 因为你看这个 这个夹克一啊 那它的这个单件成本呢 是148.82 但是呢 按完全成本法计算出来 是161 包括夹克二 还有这个夹克三 都是完全成本法 要高于作业成本法 但是反过来 你再看西服这一边 那么西服 比如说西服一 它的单件成本呢 按照这个作业成本法 是256.42 但是按照完全成本法 它的单件成本呢 只有202 西服二 是类似的 所以对于西服来说 那么这个时候 是作业成本 计算出来的单件成本 要更高一些 高于完全成本 计算出来的单件成本 那我们就可以来比较一下 完全成本法 还有作业成本法的 计算结果了 那我们说呢 完全成本法 它会在一定程度上 扭曲产品成本 也就是说呢 它会高估简单产品 夹克山的成本 低估了复杂产品 西服的成本 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完全成本法 它是以直接人工 作为间接费用的 唯一分配率 因为我们前面 去计算这个分配率的时候 我们统一的 就是把所有的 这个制造费用 我们也不管 它是什么类型的制造费用 就是把它放在一起了 算一个制造费用的总计 然后呢 去处理一个 总计的分配标准 这个总计的分配标准 是谁呢 就是直接人工 那这两个 一除完了之后 得到一个单一的分配率 就是二 然后呢 用这个单一的分配率 去乘以它各自的 直接人工 得到它对应 分配的制造费用 那这样 大家看 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主要 是这个直接人工 那它受什么影响呢 那受到 比如说我这个 这个单位的工资 如果是一样的 那我直接人工的成本 那肯定是 我的这个工时 越长的话 那我的工资会越高啊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我的这个产量越高 那我肯定消耗的工时 就会越多呀 所以呢 高产量的这一部分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的 这个夹克尔山系列的产品 它生产的批次比较多嘛 然后产量比较多 那对于这样的一个 传统分配方法 那当然 它产量多 然后呢 它这个直接人工成本 比较高一些 那分配给它的不就更多一些嘛 所以呢 它就会高估 夸大这样的高产量产品的一个单位成本 那对于我们的这个西服来说 那西服生产批次比较少啊 对不对 那它的生产批次少 它的直接人工成本比较低一些 所以呢 按照直接人工去进行分配 那当然它分配的制造费用 就会相对的更少一些啊 所以呢 它就会低估这个低产量的产品 就是这个西服它的一个对应的成本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前面算出来的都是什么 都是这个西服的成本啊 这个在完全成本法下面要比较低一些 因为它被低估了 然后呢 这个夹克尔山 因为它的产量比较高啊 那么在完全成本法下 下面它的这个成本被高估了啊 这与我们在本章最开始的时候 所谈到的那个运输费用的例子 其实是非常一致的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 我们前面谈到说 对于这个运输费用 那么假设呢 发生了2000块钱 这2000块钱 我按照它对应的这个工时 分配给A和B 那计算出来单件产品 应该负单的运输费用是多少呢 都是19块8 对不对 因为它们的工时是相同的 但是实际上 这2000块钱里面 有1000块钱 只服务于了A产品的单件的运输 所以呢 它应该进入到A产品单件的成本呢 应该就是1000块钱 剩下的1000块钱 服务了B产品100件的一个运输 所以呢 这个运输去进入到B产品的时候 应该是剩下的1000块钱 去除以它的100件产品 那应该每件只负担多少呢 只负担10块钱 所以大家看到啊 那因为A产品 它的产量比较少啊 只有一件 B产品呢 产量比较多 那么它呢 有100件 它的产量比较高 所以呢 如果我们按照产量基础 给它进行分配 也就是传统的那个分配方法的话 那么B产品 它分配来的 对应的这个费用呢 就会更高一些啊 所以你看到是 这个分配完了之后是 这个相当于每件19块8 但实际上人家应该只负担每件10块钱呀 所以呢 它夸大了这些高产量产品的单位成本 但同时呢 它也低估了那些低产量产品的单位成本 比如说对于A产品啊 那它一件就应该负担1000块钱的运输费用 但是呢 我们去按照这个产量分配的话啊 那最后算出来是多少呢 说它一件呢 只需要负担19块8 那显然是被大大的提估了 好 第二个呢 就是作业成本法 还有完全成本法 它都是针对全部的生产成本来进行分配 它并没有区分说 这个是固定成本 然后那个是变动成本 那这个呢 就与我们第16章所学习的变动成本法不相同了 那从长远来看呢 所有的成本都是变动成本 都应该分配给这个对应的产品 因为我们前面谈啊 说这个固定也好 变动也好 那都得是怎么样 在相关范围之内的 对不对 所以呢 如果从长远来看 那所有的就都是变动成本 都应该进行一个对应的分配了 好 我们来看一道多选题 它说呢 与作业基础成本计算制度相比 这个其实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作业成本法 后面产量基础成本计算制度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那个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 它的局限性有 第一个 它说整个工厂呢 仅有一个或者是几个间接成本的集合 间接成本集合呢 缺乏同质性 就像我们前面那个例子当中啊 那去分配它的制造费用的时候 我们说是把整个的这个制造费用呢 都放在一起了 然后算出一个统一的分配率 那这样呢 就会使得它的这个间接成本集合呢 缺乏同质性 因为没有进行对应的一个同类的规级嘛 对不对 现在这个应该是正确的 第二个 它说成本计算的过于复杂 这个不复杂呀 因为我只计算了一个统一的这个分配率吧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正确啊 第三个 它说容易夸大高产量产品的成本 这就是我们前面举的位置啊 因为高产量呢 所以它给它分配的就会更多一些 因为它是以产量为基础来进行分配的 所以这个是正确的 第四个 它说成本分配基础呢 与间接成本集合之间缺乏因果关系 那这个呢 也是正确的 所以这道题呢 你应该选择A C D三个选项 我们来把作业成本法题目的一般计算步骤 做一个简单的小题 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啊 那考试当中 如果涉及到这类问题呢 往往从资源到作业这一部分 已经帮我们计算好了 所以呢 我们需要计算的呢 就是从作业到成本 要如何来进行计算呢 我们说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根据本期的作业成本 这个作业成本是什么呢 事实上就是我们第十三章 所谈到的那个代分配费用 另外就是作业成本的动因 这个作业成本动因 也就是我们第十三章 所谈到的那个分配标准 我们有了代分配费用 有了分配标准 用代分配费用 去除以分配标准的合计 就可以计算对应到分配率了 那我们说它跟第十三章 有哪些不同呢 就是我们可能会有多种作业成本 比如说这个检验作业成本 运输作业成本等等 有不同的作业成本 那我们在去分配的时候呢 就需要计算多个分配率 针对每一种作业成本 都要计算一个对应的分配率 第二个我们计算出来分配率之后呢 就根据各个产品 它对应的分配标准 用分配率去诚意分配标准 就可以得到这个各个产品 它应该分配的作业成本了 第三个呢 就是将各个产品本期的直接成本 还有分配的不同作业成本进行汇总 那就可以得到各个产品 本期投入的总成本 因为我们前面去做作业成本 这个作业成本 它一般分配的都是间接成本 是不是 而且呢 是很多种不同的作业成本 所以我们要计算这个产品的总成本 那首先呢 人家有直接成本啊 是不是 那要把直接成本算上 另外呢 因为有不同的作业成本 可能都服务于我们对应的这个产品啊 都要进行对应的分配 所以要把所有的这个作业成本分配来的 给它进行一个汇总 才能够最终得到它对应一个产品的总成本 那另外呢 就是啊 如果是有这个相关的期出的数据啊 那我们就需要根据各个产品 它期出 还有本期的成本 然后把这个合计数 按照一定的方法 去分配给完工 分配给再产 这个就和我们后面要讲的例题是一致的了 那分配给完工 分配给再产 这就是我们第13章第二节所讲的相关的内容了 好 我们来看一道计算题 它说甲公司是一家制造业企业 生产AB两种产品 生产车间呢 有两台设备 其中呢 一台是属于高端智能制造设备 另外一台呢 是手工加工设备 A和B产品均需要先后经过智能制造 还有手工加工两道作业工序方可完成 A产品呢 主要有智能制造设备完成 B产品呢 主要有手工加工设备完成 原材料是在开工的时候一次性投入的 公司呢 现在是采用传统成本计算方法 来计算成本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 就直接计入产品成本了 制造费用呢 先按车间规级 然后呢 按直接人工的工资比例分配 计入产品成本 它告诉我们相关成本的资料 首先第一个是本月的产量 给了我们A产品和B产品 月初在产 本月投产 本月完工和月末在产 那跟我们在第13章的相关的一个解题的步骤一样啊 我们要知道 这一个条件是要干什么的呢 那你看 给到我们相关的产量 那产量往往是作为什么 分配标准的 对不对 好 第二个 是传统成本计算法下 AB产品的一个成本计算单 首先是A产品成本 A产品的成本计算单 然后是B产品 大家看到这个其实跟我们前面啊 这个第13章的相关内容也是完全一致的 而且你注意了吗 它的月初在产品是怎么样 是没有的 对不对 你看A产品还有B产品 它的月初在产品都是零了 然后给到我们本月的生产费用 然后完工和这个月末在产 它要进行一个对应的分配 其实都是已经帮我们分配好了的 那你可以看一下它是怎样来分配的呢 那这就提示我们是按照约当产量法 因为你看它怎么分配啊 比如说这个地方合计直接材料呢 是一万五千 分给完工分给在产 因为前面原材料是一次性投入的 是不是已经告诉我们了 所以呢 不论完工还是在产 那么它含有的原材料都是相同的 在产品原材料的完工度呢 应该是百分之百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它的单位成本 应该是对于直接材料 应该是一万五千去除以谁呀 去除以八十再加上四十 得到它的单位成本 然后单位成本 根据它的这个对应的分配标准 分给完工分给在产 后面直接人工还有制造费用 那这个地方呢 其实也是采用约当产量法 大家看这个 比如说它的这个合计 我们知道了 合计之后呢 要分给完工分给在产 那你说比如说这个一般情况下 我们按照平均完工程度假设就是 百分之五十 所以你看它怎么计算的呢 那这个一二五零零 那分给完工分给在产 完工的分配标准呢 应该就是八十 那在产的分配标准是多少 那按它完成一半来计算 对不对 所以那在产的分配标准呢 就是二十 所以那八十加上二十等于一百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它的这个 用这个总的 这个再分配的费用是一二五零零 除以它的分配标准的合计 去除以一百 所以它的这个单位成本是多少 是一百二十五 然后分给完工 那是一百二十五去乘以八十 分给在产就不是乘以四十了 是乘以二十 对不对 所以那它其实就是约当产量的一个分配方法 包括B产品也是一致的 好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 它给到我们呢 是产品的毛利 有A产品和B产品 它对应的单位成本 还有单位售价 那单位售价减去单位成本 就得到它的单位毛利 那从它给到我们的这个表格当中呢 我们可以看出 对于A产品来说呢 它处于一个盈利的状态 但是对于B产品来说呢 它处于一个亏损的状态 它说目前啊 A产品是公布应求 B产品呢 滞销 公司的销售经理啊 就建议啊 A产品那就提价 然后呢 B产品呢 降价 以提高公司的获利能力 生产经理认为呢 制造费用大部分啊 是由智能制造设备来引起的 按照直接人工的工资比例分配 导致A B产品成本计算不准确 应该采用作业成本法 对制造费用分配呢 进行优化 从而为调价提供可靠的一个成本数据 公司的财务部门和生产技术部门 对生产过程进行了分析 识别出三项作业 分别是设备检修作业 智能制造作业 还有手工加工作业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啊 设备检修作业 它是干什么的呢 它负责对智能制造设备和手工加工设备进行检修 作业的动因呢 是检修次数 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检修作业 它并不是直接像我们前面所说啊 从资源到作业 从作业到产品 它是从检修作业到了什么呢 到了这个智能制造作业和手工加工作业 也就是它并不是直接到这个产品的 它要先分配给谁呢 分配给智能制造作业和手工加工作业 因为它是为谁服务的呀 它是为这个智能制造设备和手工加工设备进行服务的 对不对 然后后面的这个作业动因呢 是检修的次数啊 然后智能制造作业啊 它的这个作业动因呢 就是机器公式啊 因为它是制造嘛 那手工加工呢 它的作业动因呢 就是人工公式 直接人工成本呢 这个时候呢 就不再单列成本项目了 它就被归入相应的作业库 给到了我们相关的资料 第一个是月末再产品 它说A产品呢 这个再产品是40件 这40件 全部处于智能制造阶段 尚未进入手工加工阶段 大家注意啊 它前面告诉我们这两个产品都得怎么样啊 先去智能制造 然后再去手工加工 对不对 那你看 它如果处于智能制造阶段 没有进入手工加工阶段 那你看 它手工加工阶段 它的这个再产品完工程度相当于是多少啊 是不是相当于是零啊 它没有进入手工加工啊 然后平均完成智能制造作业 它的这个完工度呢 是50% B产品呢 是B再产品呢 是50件 然后智能制造作业呢 是全部完成了 所以呢 对于B产品来说 它在智能制造作业这个地方 完工程度是多少 完工程度是100%呀 然后手工加工作业呢 平均完成了60% 下面告诉我们作业成本啊 那这个已经帮我们归集好了 对不对 比如说设备检修作业 智能制造作业 还有手工加工作业 然后分别各自的这个作业成本是多少 以及对应的这个作业量是多少 作业量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分配标准 对不对 好 第一个 它要求呢 这个编制作业成本的分配标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设备检修作业 它要干什么呢 大家注意前面我们谈到过了 我们说这个时候呢 并不是作业直接到产品 而是这个设备检修作业 它先服务于智能制造作业和手工加工作业 所以要先把设备检修作业的一个相关成本 分配给智能制造作业和手工加工作业 那要如何来进行分配呢 那你看前面已经告诉我们了 带分配的费用是谁呀 那不就是它多应一个作业成本是七万两千吗 怎么去分配呀 按照它多应的这个检修次数 那智能制造作业检修了五次 手工加工作业检修了一次 所以总的检修的次数是多少次呢 就是六次 那分配率等于多少呢 不就是七万两千去除以六吗 对不对 得到这个分配率 那这个分配率我们把它分配给智能制造作业 分配给手工加工作业 用对应的分配率去乘以五 得到智能制造作业应该分配的一个设备检修成本 然后用分配率去乘以一 得到手工加工作业应该分配的一个检修成本 就是首先先把这个检修给它进行一个分配 分配到这两个作业当中 然后后面呢 要把这个智能制造作业和手工加工作业 进行一个对应的分配 分配给A产品和分配给B产品 对不对 那大家看啊 后面我们我们去做这个智能制造和手工加工分配的时候 那你说它的分配率要怎么样来计算啊 那同学可能会说啊 不是带分配费用去除以分配标准的合计吗 那带分配费用 你说是不是这个地方啊 比如说智能制造啊 那就是五万三千 然后呢 分配标准的合计啊 那就是这个地方的五百 那这俩一除是不是就是它的分配率呢 我们说你一定要注意什么呢 就是智能制造作业 它本身还消耗了什么 它本身还消耗了那个设备检修作业啊 所以那这个地方的带分配费用 应该包括什么呢 就是设备检修作业分给智能制造的这一部分 对不对 那同理后面的这个手工加工作业 它的带分配费用也并不是这个地方的22万 它还应该包括前面这个设备检修分给手工加工的这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那这个主要就是说要调整一下它的带分配费用啊 并不是直接把它啊 这个给到我们的这个呃 这个对应的作业成本 直接就做作为带分配费用啊 要做一下对应的调整啊 好 这是首先呢 先编制啊 作业成本的一个分配表 那分配完了之后 第二个 才让我们来编制产品成本的计算单 所以你看这个产品成本的计算单 跟我们第十三章是非常相似的 对不对 那首先都是什么 月初的 然后本月的 然后有一个合计 然后这个合计呢 我们分给完工 分给在产 计算一下完工的单位成本 是不是都是一样的呀 那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 就是这个地方啊 那你看直接材料 那这个也是相同的 那后面呢 比如说我们第十三章的时候 那它劣势的可能就是什么啊 就是啊 直接人工啊 怎么样来区分 然后这个制造费用怎么样来区分 但是现在呢 我们采用作业成本法 它就不是说啊 直接人工啊 制造费用怎样来区分了 它就区分成不同的作业 因为我们前面谈到过啊 就是对于作业成本 它去计算最终成本的时候 我是把每一项作业都去计算一个对应的分配率 然后呢 进行一个对应的分配 最后计算产品成本 要把不同作业所分配来的这个产品的成本 都给它加起来 才是这个产品的成本啊 对不对 所以那这个地方 它就啊 它就是这个不同的作业了 那我们现在是两个作业啊 一个是智能制造作业 一个是手工加工作业 它的月初再产品的成本是多少呢 前面这个题目当中告诉我们啊 月初都是零 对不对 所以这个地方啊 就全都是零 然后本月的生产费用 直接材料本月的生产费用前面是告诉我们的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对于A产品啊 那本月的生产费用直接材料是15000 所以这个直接材料呢 因为在作业成本法里面 它可以直接追溯 那也是能够直接进入产品成本的 所以呢 我们不用去做相关的调整啊 那这个呢 我们直接把它抄下来就可以了啊 所以大家看 这个本月的生产费用直接材料是抄下来的 然后后面这个作业成本 本月生产费用 那这两个是什么呢 这个不就是我们前面所算出来的 对于智能制造作业 还有手工加工作业 分给A产品多少 分给B产品多少 就是它本月发生的一个数值嘛 对不对 所以这样合计数我们也有了 所以后面要做的是什么呢 把这个合计数给它分给完工 分给在产 对于直接材料来说 那么它的完工和在产 其实没有更多的一个区分啊 因为都含有相同的直接材料 所以呢 完工产品 比如说对于这个A产品 完工产品呢 是80件 然后再产品呢 是40件 这是前面题目告诉我们的 然后它怎么去区分呢 那就直接去除以120啊 就是直接材料 它得到的对应的一个分配率 然后呢 这个分配率去乘以完工的分配标准 那就是乘以多少 乘以80 乘以这个在产的分配标准 那就应该是40 对不对 因为他们完工程度都是一样的 对于直接材料来说 那后面 比如说对于智能制造作业 那么它的完工程度 应该是多少呢 首先它的这个完工产品 完工程度 大概是100%了 就那完工产品 它的分配标准呢 就是80 但是它的在产品 大家注意一下啊 前面给到我们的相关的这个资料 它说在产品呢 是40件 全部处在智能制造阶段 然后呢 完工程度是50% 所以对于智能制造作业来说 那你看 它的完工程度 就是在产品 相当于有多少 是不是就是40乘以50%啊 这是对于智能制造作业来说 因为这个产品加工 要经过两道工序 先是智能制造 然后呢 是手工加工 它既然是在智能制造 还没有完工 所以它没有进入 手工加工这个作业 那么对于手工加工作业来说 它的在产品约当相当于是多少 是不是40乘以0%啊 因为它没有进入嘛 对不对 现在我们现在得到了啊 完工产品的一个分配标准 然后呢 是各自的再产品的分配标准 那么用它带分配的费用 去处以分配标准的合计 就可以得到对你的一个分配率 分配率呢 再去乘以完工产品的 这个分配标准 然后呢 再去乘以再产品的分配标准 就可以得到他们各自应该分配的成本了 这是对于A产品来说 那么B产品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呢 全都是0 然后本月的生产配用 直接材料 你也是直接抄过来 作业成本这个地方呢 也是第一问 我们分配过来的 然后有一个对应的合计 那么对于B产品 也是啊 分给完工 分给再产 那直接材料呢 还是啊 再产品的完工程度 也相当于是8% 所以直接去求解就可以 但是对于两个作业 一个是智能制造作业 一个是手工加工作业 大家看到 对于啊 这个B产品来说呢 它的再产品呢 是50件 50件 它的50件 是智能制造怎么样啊 全部完成了 所以对于智能制造作业来说 那么它的完工度是100% 但是对于手工加工作业来说 那么B产品 再产品的完工度是60% 那它去计算约当产量的时候 那就应该是50去乘以60% 就是每个作业 它的完工度啊 然后还有它这个再产品的 约当产量是不一致的 好 我们来啊 这个借用一下它这个答案啊 首先就是啊 这个第一问 第一问呢 我们要注意啊 设备检修作业 它是服务于智能制造和手工加工的 所以后面智能制造和手工加工的一个分配呢 要把前面它分配来的这个6万 分配来的这个1万2千 给人家加上去作为一个带分配配用 得到它对应啊 分给A产品 分给B产品 应当是多少 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说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 你去计算这个作业的时候 比如说智能制造作业 还有手工加工作业 它对应的一个再产品的完工程度 是不一致的 那这个智能制造作业完工了50% 那这个地方呢 相当于完工程度是0 然后对于这个B产品来说呢 因为它的智能制造是全部完工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百分之百 手工加工呢 完工了60% 所以它的这个约当产量呢 是50乘以60% 那其他呢 都是跟我们第13章的相关的内容是一致的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问题啊 它问我们根据作业成本法计算的单位产品的成本 来判断 A产品B产品目前的定价是否合理 那你看它我们计算出来的这个相关的成本啊 根据作业成本法 对于A产品呢 它的这个单位成本呢 是1148 对于B产品 它的单位成本呢 是3407 那这个地方单位成本 其实就是我们算的时候那个分配率啊 因为我们强调过啊 对于约当产量法来说 那么而且这个地方 它其实期初没有啊 然后我们做的也是一个啊 这个加权平均的处理啊 然后那这个时候它的约当产量法 所计算出来的一个对应的分配率 就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单位成本 因为它是按照什么来平均的呢 是按照产量来平均的 所以计算出来的呢 就是它的单位成本啊 那我们说对于A产品来说呢 它的单位成本是1148元 这个1148元 它目前的售价是多少呢 目前售价是1000呀 所以A产品的定价不合理 对于B产品来说呢 它单位成本我们按照作业成本法 估计是3407元 那么它原来的售价是多少呢 原来售价是3600元 那定价呢 比它这个售价要来到更低一些 所以呢 B产品 它的定价呢 相对来说是合理的 第三个知识点 我们来学习 作业成本法的优点 局限性与适用条件 首先是它的优点 第一个优点呢 就是成本计算更为准确 这主要是由于 第一它扩大了追溯到个别产品的成本比例 因为它能够直接追溯的都直接追溯了 所以呢 这样呢 就会更加准确 另外呢 就是它采用了多种成本动因 作为间接成本的一个分配基础 在分配间接成本的时候呢 更多的去考虑了 它们之间的这种因果关系 所以呢 也会使得成本的计算更为准确 第二个呢 就是成本控制与成本管理更有效 这个主要是因为它可以使管理人员呢 将注意力集中于成本动因的耗用 因为我最开始就能够找到 到底是因为什么 使得我相关的成本增加呀 对不对 我有了这个成本动因之后 那我后面就去改善相关的成本动因就可以了 第三个优点就是为战略管理提供信息支持 一方面呢 企业的价值链也就是其作业链 作业成本法与价值链分析概念一致 可以为其提供信息支持 另一方面呢 它有助于企业采用成本领先战略 采用成本领先战略 那首先呢 就要更为准确的来核算成本 而作业成本法可以使得成本计算更加准确 作业成本法有哪些局限性呢 首先第一个就是开发和维护的费用比较高 因为需要区分不同的作业 设立不同的作业成本库 第二个 作业成本法不符合对外财务报告的需要 作业成本法计算出来的产品成本呢 它可能会既包含制造成本 也包含部分非制造成本 那我们如果去报告财务报告的话 那应该是只包含制造成本这一部分啊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企业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那它在推出这个新产品的时候 要有大量的营销啊 对不对 因为我得把这个新产品卖出去啊 那这一部分的销售费用 营销费用都是为了这个A产品 新产品的推出发生的 那按照作业成本法 它就应该记录这个A产品的成本 但是呢 它事实上是一个销售费用啊 那它不应该记录产品的 按照这个相关的财务报告的这个要求呢 它就不应该记录产品的成本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样它就会使得 这个作业成本法计算出来的呢 既包含了制造成本 那也包含了这个非制造成本 它就不符合对外去这个报告 财务报告的一个需要了 第三个就是 确定成本动因比较困难 那我们说 如果要比较准确的核算成本的话 那就要进行一个成本动因的追溯 那你说这个成本动因确定 哪那么好确定呢 对不对 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位置啊 那像在这个生产车间里面呢 假设我们开设了一个对应的食堂 然后呢 去服务这个生产车间 假设有A和B啊 两种产品 然后呢 A产品啊 有十个工人 然后B产品呢 假设就有五个工人 那你说这个食堂的相关的费用 我给它进行对应分配的话 那你说A产品 是不是应该按它这个十个人来进行分配 然后B产品呢 按这个五个工作人员来进行分配呢 那你说不对呀 A产品会说啊 我们虽然是十个人 但是呢 我们住的都离这个厂房比较近一些 所以呢 我们中午啊 一般不在这吃饭 我们都回家吃饭 那你给我按这个十个人来进行分配 这显然就不合理吧 对不对 现在我们去确定这种啊 对应的成本动因 它比较困难啊 往往有很多个动因都会产生对应的影响 好 第四个呢 他说不利于通过组织控制 进行一个管理控制 那这个主要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前面在进行作业成本库的一个 这个设计的时候呢 它跟企业的组织结构呢 往往是不一致的 比如说我们去设计这个作业成本 那比如说啊 这个是啊 减修作业 那全都归属到这个啊 作业成本库 但是企业的组织结构呢 往往是什么 比如说一车间啊 二车间啊 三车间 它是这样来进行啊 这个组织安排的 所以呢 这样就会导致它的作业成本库 和企业的组织结构不一致 我去管理起来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这是它的局限性 最后就是作业成本法的适用条件 我们教材上从四个角度进行了相关的总结 首先就是成本结构 那制造费用呢 在产品成本当中应该占有较大的比重 大家可以回忆 我们在这一章最开始的时候 谈到作业成本为什么会产生啊 那是因为制造费用的比例在不断的提升 所以呢 如果制造费用占有较大比重的情况 那它可能就会适合于选用作业成本法 下面就是产品的品种 产品的多样性程度要比较高一些 因为如果我只生产这一种产品 那所有的成本都是它一个产品的成本啊 对不对 那我就不用进行相关的这个分配了 所以呢 只有当它的这个产品多样性程度比较高的时候 传统成本系统呢 在计算产品成本的时候呢 就一发生信息的扭曲 那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适用作业成本法 第三个是关于外部环境 如果企业面临的竞争比较激烈 那产品的这个多样性增加的时候呢 传统成本去计算得到的这个 这个相关的信息呢 被扭曲 那这样我们去 这个在外面激烈的竞争当中 获取竞争优势可能就比较难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能很好的定价呀 我要根据我核算出来的成本 然后制定相关的价格 才能够有利于我后面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 取得对应的优势 最后呢 就是公司的规模 当公司规模比较大的时候 那更加适用于作业成本法 这主要是由于大公司的信息沟通 会更为完善一些 那如果把前述的相关的适用条件 进行一个总结的话 那其实就是说 当企业生产自动化程度比较高 那这个时候制造费用占比就比较高啊 然后直接人工比较少 制造费用比状比较大 作业的流程呢 比较清晰 因为它可以比较准确的来划分相关的作业 相关的业务数据呢 完备而且可获得 信息化的基础工作比较好 以产量为基础来计算产品成本呢 容易产生成本扭曲的时候 就适宜采用作业成本法了 好 我们来看一道德选题 他说 某企业生产经营的产品品种繁多 间接成本呢 比重比较高 成本会计人员试图推动该企业采用作业成本法来计算产品的成本 下列理由当中适合于说服管理层的有 第一个 他说呢 通过作业管理可以提高成本控制的水平 那这个我们刚才谈到了 对不对 那这个是正确的 第二个呢 他说啊 有利于价值链的分析 那这个也是正确的 第三个 他说使用作业成本法可以提高成本分配的准确性 因为他进行了更准确的追溯和分配嘛 对不对 那第四个 他说使用作业成本信息呢 可以提高经营决策的质量 因为我的成本核算更为准确了 所以我后续的相关的定价呀 等等的经营决策质量也会对应提升 现在这个也是正确的 那这道题呢 我们应该选择ABCD四个选项 第三节我们来学习作业成本管理 本节共有三个知识点 那么其中呢 第一个知识点在大纲当中 能力等级要求为二级 那么其他的知识点呢 大家大致了解一下就可以 好 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知识点 增值作业与非增值作业的划分 它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作业的发生是否有利于增加顾客的价值 或者是效用 所以呢增值和非增值的划分是站在顾客的角度 如果它能够增加顾客的价值 那这个呢就是增值作业 如果不能够增加顾客的价值 那这个显然就是非增值作业了 我们教材上举了一些例子关于非增值作业 比如说像等待作业 那等待并不能够增加顾客的价值啊 所以它就是非增值作业 那包括后面提到这个材料或者是再产品的堆积作业 那这个能够增加顾客的价值吗 那显然也不能够啊 然后还有后面提到的一些什么迂回运送啊 什么废品的清理啊等等 后面的一些 那它都没有增加顾客的价值 所以这样的作业呢就是非增值作业 那么对于作业管理 它的核心就是要干嘛呢 要识别出这个非增值作业 因为它不能够增加顾客的价值嘛 第二个知识点 我们来学习基于作业进行成本管理 那这一部分内容呢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首先到底什么是基于作业进行成本管理呢 它指的是应用作业成本计算得到的相关的信息 从成本的角度 在管理当中呢 要努力提高那些增加顾客价值的作业效率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谈到的什么 就是那个增值作业 对不对 那同时呢 要消除或者是遏制 不增加顾客价值的作业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非增值作业 实现企业生产流程 还有经营效率效果的一个持续改善 增加企业的价值 它具体的步骤啊 我们教材上给了四个步骤啊 第一个要确认啊 核分析作业 第二个呢 是作业链价值链啊 这个分析 还有成本动因的分析 第三啊 业绩评价 第四呢 就是报告非增值作业成本 大家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 最后是关于作业成本管理举例 教材上给了我们两个例子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例子 它说呢 某塑料花生产企业 在修剪产成品 边缴预料 寻找客户订单 然后核对订单啊 等等 工作上呢 花费人工 但是这一些作业都不增加购买塑料花 客户的一个价值 是它属于什么 就是非增值作业 那么企业的作业成本管理团队呢 通过仔细的分析啊 找出原因 并加以改进 它通过调整生产模具的住宿压力 还有温度 那么使得塑料花产品呢 一次成型啊 就无需修剪了 然后呢 通过引进调形码的系统 电子追踪客户订单 就减少了前面啊 所说的这种啊 寻找啊 核对啊 客户订单所消耗的人工 那么通过上述改进呢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呀 要降低这些不增值作业 减少了人工 节省了成本 提高了效率 还有企业的效益 第二个例子 它说呢 某连锁餐饮公司 是国内知名的火锅连锁店 那么到此连锁餐饮公司 吃火锅呢 一般需要排队等候 等候呢 是不增加顾客价值的作业 属于非增值作业 此连锁餐饮公司呢 在顾客等候餐位的时候呢 给予顾客一些服务 比如说免费啊 修指甲呀 擦皮鞋呀 提供各种啊 水果和小吃啊 照看小孩等等 那这样就等于 把不增加顾客价值的这个作业 就是等候 转变成了增加顾客价值的作业 那这样的结果呢 就是啊 顾客宁愿平均等候两个小时啊 也不会到隔壁餐馆就餐 由此呢 这个连锁餐饮公司的翻台率 也比同行平均高出了三到四倍 大大提高了企业的效益 最后我们来看本章小节 首先我们学习了 作业成本法的核心概念 还有特点 第二个呢 我们学习了作业成本的计算 那这一部分呢 是有可能考察我们计算题的内容啊 第三个 我们学习了作业成本法的优点 局限性 还有对应的适用条件 最后呢 我们要区分增值作业 还有非增值作业 主要是站在顾客的角度 进行划分的 好 那本章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